就是说 虽说不是主张所谓的客观中立 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跟思考中 肯定会就是下意识地进行一个选择的活动 这个选择的结果就是 会向那个事实的真相不断地靠近 所以呢想问一下 就是说你们所说的客观中立 之前呢是加了所谓两个指导 就是说是不是特指那些 就是受批判的对象 强加在你们头上的那个客观中立 简而言之就是说 其实你们也是注重客观中立 但是呢不喜欢这个客观中立 成为外界打击你的一个借口 听到吗 为什么加了所谓这两个字 因为在很多的 无论是听到吗 就是在很多所谓的媒体 他们都会去强调了一种 就是身为媒体人 可能要是不是就是客观啊 就是作为一种平台或一种媒体 他们会去强调资讯的客观 然后就是不可以带有个人的意识和色彩 但是我们的刊物其实本身就是带有我们自己批判意识的东西 然后他带有我们自己的理念 所以他在技术上来说的确不算是客观中立 谢谢 谢谢 然后再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们社团在如何调整对那个校方关系 就是说贵社在书面上的宣传 还有理论都是相当的一气飞扬的 但是呢我就想问一下 在具体的落实中是否有另外一个稍显弹性的一个战略 比如说就是在具体行动中可以大胆批判 温柔的纠正 然后在被校方批评的时候可以虚心听教 坚决不改 坚决不改 对于校方的合作 其实就是还是看 就是用比较毛派的说法 可能就是所谓的统战吧 就是一种统一战季的概念啊 如果今天我们的目标是和校方就是 我们有共同目标 例如说我们就是不要东海的抽气 例如说我们就是不要教堂被开入 如果是像这样子的议题 那当然和校方合作 那就没什么不好的 大家都OK啊 既然我们都是以一个东海人 以东海为出发点 然后要为东海好的考量 那如果 可是如果今天他是当校方的立场 他可能是向外围场那样 就是我坚持就是要先让机车退场 那他有他坚持的部分 然后可能就是会去扯到一些效率啊还是干嘛的 可是我们毕竟还是一个学生社团 我们以学生为主体 所以当校方他去提这些东西 他是以学生 就是与学生他的利益和学生的 就是和学生的立场是相反 就是打架的时候 我们就会选择去 就是去站在学生这一边 对 感觉你对我们那边的师哥 就比较感兴趣 好 喂 呃 我想我那个错过了第一位讲者 但也不过我想这个问题还是也许三位讲者都可以 呃 如果可能的话都可以回答 就是我的一些有限观察 跟我的想象是 年轻学生的一些进步的社团 会有一个很大的困难 在于怎么样让你们的一些进步声音 能够研究更多普遍教员学生 或者是社会大众的注意 以及再去吸纳更多的 更多的这样子的伙伴进来 加入团队 会想到这是不是你们碰到的一个挑战 如果是的话 我有兴趣想要请教每一位亲戚朋友 就是说你们的策略是什么 可以去面对的问题算是很不容易 包括可能是网络 也许消解一些 我想想年轻人的一些实践 一个公共媒介 公共参与的可能 所以可以分别 请我们简单的 这个这个分享一下你们的一些经验 关于就是 如果让更多人就是比较有所谓的公民意识的话 我们自己 现在根据我们现在对于 对于就是大部分学生 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学生的观察 其实我觉得我们觉得当社会参与 它现在已经渐渐变成一种潮流 变成一种好像有点高尚 好像有点进步的一个行动 它其实上次会有吸引力的 所以我们判断 接下来它就是去做低度参与 可能是帮忙游游行啊 或者是去参加一些讲座 或者是来做一些 人间本身是一个就是 我们有自己一套批判系统 有一套我们思考系统的一个社团 所以我们会选择用一个 比较低门槛的参与 例如说一些讲座啊 或者是一些招生说明会啊 然后去提一下我们 这个社团可以做什么东西 然后让他先有 出目浅长的那个心情 然后再去告诉他 其实要如何看待这个社会 会更清晰或更清晰 对 谢谢 我就是 就其实 呃 乌亚邦这个组织 就是 它其实 呃组织的来源就是透过网路 然后透过网路的时候 我原本就是有一个可能相对于别的论坛 稍微有人文性质的这样子空间 然后我们去招收一些更多的一些 呃学生 那起初是这样子 就是说在论坛上面我会po 就是招生 就是讨论会的一些宣传 或者是说呃 营队的一些广告 然后或者是说 乌亚邦的那个讨论会这样子 然后放在 不是说 我就网路空间的那个 呃 呃 不同不同的平台 它的那个效益 就是的确是还蛮不一样的 比方说你 po在脸书跟po在普朗跟po在 呃 论坛 或是 或是po在部落格 它有不一样的群众 有不一样的对 那个 呃 呃 主题 那你要在你所关注的议题当中 你要选对象 你要选主题 所以我们 我们 因为我们的定位是摆在呃中学这一块 所以我们会 特别去留意说中学生他在榴脸在网路上面哪些的地方 因为大学其实还蛮容易的就是他会上 上 上 或者是说上 这样子 这样子一个网路空间大学上还蛮常去的 可是中学生呢 他可能是他 他会用一些论坛 但是论坛到 可能到 到近几年就是 就大家都开始用脸书了 所以说 我们其实也在面临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 找更是更是 愿意更参与这些的对象 因为脸书他还蛮 他其实蛮没办法去扩充更多的一些的聚焦 就是你只能在家里好友的人当中去去去去去宣传 那除非你的文章够好 或者是说你的影片够好看 那个转贴才会一直转贴转贴转贴出去 所以说现在比较可能 这样的方式可能就会变成是我们可能要做的是更多 就是说可能使用更多更亲和的文章 或是一点影片 然后在脸书上面去操作 然后就可以让更多学生去注意到这些资讯 那我也有试过就是说在校园里面贴转单 但是其实因为我们成员分散各地 我们现在乌鸦邦几乎都升上大学了 然后这个大学有来自北部也有中部的 所以说那个没办法去固定 固定光是要约个开会 或者是讨论说那个人要怎么来这有点困难 所以我们大部分运作都是在网路上面 那所以说在实体的那种贴海报啊 或者说发传单 其实是有困难的 因为这几个大学生在一起就很满不容易 而且你要你要说 在在可能在觉得在在那种比较实体的操作的那一种方面 都会比较少这样子 所以可能在跟群众互面的话 我们还是比较是属于网路上面的一些亲近性为主 就是说看对象使用网路是怎样的方式 那我们就用怎样的方式去去应变我们就是那个宣传策略这样子 就是关于如何引起注意这个问题 其实这一直是意识包在思考的问题 那我常常讲跟我们的社员讲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刊物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就是通常会被意识包吸引 就是会进入我们社团的人都是有些共同性 就是他第一对媒体有兴趣 第二他对社会议题有兴趣 然后再更仔细去问的话 其实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些愤怒的景点 就是对这社会会有些愤怒 然后他可能一开始来说不出来那个是愤怒 他只是觉得something wrong 就是有些不对 那意识包可能就是破过各种议题 就是因为我们议题真的 我们书写过的议题真的非常贵 就是大家如果手上拿到这一期 就这个我顺便介绍一下就是意识虫 就是我们社团的吉祥物 对 然后他倒过来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 但我们的台湾就把他倒过来了 对 然后这一期就是在谈苗栗内山地区的足南支部 就是台湾省工委那个时候 白色恐怖期间有一批共产党员 然后被那个 就那一段有点说起来非常痛苦的历史 那写完这一本特刊之后 其实我们就受到很多邀约还有很多邀请 就是在关于人权议题上面 那所以其实艺术报拓展他注意的方式 一直都是靠各式各样的议题 然后去做深入和精准的报道之后 想办法去吸引相关专业的很多人有所接触 然后慢慢去扩张这个部分 然后顺便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可以去把各方的情绪 各方的论述 想办法做个整理 还有做出唯一 对 谢谢 那个我很快的就是跟问一下 我想也许就是以艺术报作为例子好了 其实三个组所有的情绪 就是说 刚刚你讲的那个影响是可能 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相关专业或什么 对台大学生呢 就是艺术报经营了三年以后 有更多的台大学生在阅读 或者是想要加入职报 这就是 有一个 有一个是考课的工作 就是我们要派到 就是艺术报只等发现了大概2000 那我必须把它派到所有的习惯 你知道台大戏真的很多 然后还有复赛也很多 然后我们就真的要一间一间跑 然后去找人群会拒绝的地方 报我们的报纸 然后再来就是 想办法找出一些台大学生会 共同使用的平台 比如说BBS 然后我会在BBS上 发表我们的文章 然后 有时候我们甚至会 更积极的 比如说有些事情很快的发生 比如说学校忽然间更改 呃 交换学生成绩审查的方法 然后这件事情 昨天才发生 我们可能就会赶这件新闻 然后马上把它上到网路上去 让大家来讨论 对就是 有些是利用持肖性的方式 那有些就是利用我们职本刊物 网伴散在台大校友的方式 用就是很多 就是要多讲 很多策略来议 想办法签网路 可以看一下 我想请问一下意识报 就是刚好是 就是刚刚前回 那个提问的 可能 就是我办法 他的意图 不是 就是说他为了另一个方式 他说 那现在意识报的整个状况 就有代计 就是 2000分 其实算是一个不错的量 而且 其实意识报能见度在 整个台大或温度的地点 真的是很长 很冷 很容易见到 所以我也觉得 因为我长期也有在看 所以觉得还蛮厉害 可是就是想问说 所以他有没有更实际的 因为其实我们常会遇到的 观众就是 关心这些人的永远都还是那一群 那可能 有了意识报出去 多了一些人 或是多了一些管道 可是 就是他有没有更明显的 人数上 或者是什么巨大 还有第二件事我想问就是 一路以来 这样意识报走 就是像可能 你们跟校方的相处 或者是 你们在经费上 或很多的问题 就是你觉得自己经营 这样子一份 这么 就是已经不算小规模的贪物 就是走来有什么样 就是 那最大的问题 或者是 刚刚讲的经费 或者是校方 或者是你们立场的问题 可不可以 谈一下这些部分 因为蛮好奇的一些 谢谢你的问题 就是 呃 关于第一个部分 就是 呃 就是我自己粗略的姑且 就是 粗略的估计 就是台大意识报 现在 读者大概是五千人左右 那根据是我们的发爆量 还有回收的爆量 还有网路上 定期收藏的出货者人数 还有粉丝专页点资的人数 对 那我们大概估计是五千人 可是五千人其实是非常流动的 很好玩 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报道一个性别议题 就是 关系性别运动的人 就会蜂蜂而至 疯狂的转入 对 那如果今天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最近刚刚写的一篇 王家的新闻 还有之前我们写过万能科大 明秋之间同学的事情 那 所以 不同的议题 关注的人就不一样 那 那 所以他一直都是 流动的 他 他不会都是同学 当然一定会有一批基本单题 就是 他们就是疯狂的热爱意识报 解释粉丝 然后 他们觉得疯狂的就是 都很专心的在看意识报 那 那可是针对不同的议题的时候 往往都会吸引到不同的读者 那当然就是 就是 大家手上如果有这一句话 其实可以就是 翻翻看 就是这后面有一篇 叫做《校园艺语》 对 就是 就是这一篇 然后 这是我们最新刚刚尝试的专栏 就是我们也试着一直把我们的报导内容 写得 越简单 越好 越好 因为像 我们以前《易思报》就是 都写得非常难的文章 然后甚至有人把他的期末报告就直接贴上来 就是 论康德 四千字 然后 然后还有一张康德的图案 对 然后 这个康德真的很难读 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个 然后 所以 一直我们在做一些尝试 想办法把我们的文章内容 变得更软性 更适合阅读 对 那《校园艺语》就是 我们最新的一个尝试 就是 做得很像《苹果日报》的人间艺语 这样子 就是有个问答 那只是 我们把它 做得 把它设定成台大学生 对 然后 就是 我们一直在想 要怎么让我们的报导 好独一点 因为毕竟 影音的东西 还是比较容易接受 而且现在资讯那么复杂 那么发达 那平时我们要看医师报 那 就是我们一直在 对 一直是我们在里面有顾客 大家好 我想 过去十几二十年来 我们很明显的感受到 就是社会的一些很剧烈的变迁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 特别是在经济矛盾方面 过去十几二十年来 我想 尤其是年轻人 大概可以很深刻的感觉到 这种社会的阶级的这种矛盾啊 经济平复差距的这些 这些压力 那我不知道这对于青年他们 学生运动或青年运动的 影响是什么 也就是说 我们面对的群众 青年他们是 可能某部分他 他会在这种经济的压力下 倾向于更自立的时候 我必须要去保护或我自己的未来 然后去面对自己未来的这种 劳动和竞争条件的问题 那还是他们在感觉到这种 经济的矛盾压力下 其实知道说这对他们 是一种形成更大的压迫 那这样的环境对于学生运动 他的这个改变 使得学生运动跟过去 有什么样的不同 请问三位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之前 探断后我们是决定 这样让我们的行动的包装 先用比较 就是比较低度参与 比较浅显的异动的方式 去把它变成 有点潮流或文化的包装 但是但是在那个包装底下 我们还是在意所谓的阶级和 就是就是青年可能接界贫穷化的问题 那关于就是现在 池下的年轻人 因为我觉得回应到我刚刚 我刚刚提的这个点 所以当大家都是都还 都还忙忙匆匆的 可能我在准备脱服啊 可能还准备GRE啊 还是干嘛的 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看起来 可能有某种领袖魅力 可能有某种所谓的卡里斯玛 或者是的人 去提说 其实我们应该联合起来 去做一点什么事 其实我们正是一个受到压迫的阶级 其实我们现在正遭受到 青年就是一直被剥削的问题的时候 这些点他就会被反思 所以我们现在在我活动包装上 其实我们就紧张于去塑造 那个所谓的卡里斯玛 那个所谓的魅力 去用一种比较有力的角色 而且比较好入口 而且比较有吸引人的 比较吸引人特质的角色 去告诉大家 其实你们正在被压迫 对 谢谢 我观察到是说 以前的学生 他是有某种 大概有一些 比较多的那种国族认同 或者是说 呃 在于民族的那一种 认同上面的一些矛盾存在 那这些的关 这些也是在于说那些时代 因为呃 网路没有这么发达 所以他相对 会唤起这样子的运动的意识的那些方式 可能就是没有这么的多元 比较说报纸啊 或者是那些东西 那现在资讯已经 已经爆炸的这个时代 就是说 我没办法因为说 因为网路实在是太普及了 所以说你即使意识到一个 呃 国家意识 或者是说一个议题的一个 一个问题 你可能 这些资讯爆炸也可能让 让年轻人可以去更直接的去呃 去去看到这些的东西 但是也可能是更选择更多 花花世界那些的资讯管道去去著重在那边 所以说 我觉得不一样是说以前可以带了某种可能道德色彩的那种身为年轻人这世代责任去看待说我们要去去面对这社会的那种那种那种后面的意那个最大的问题之类 但是现在的话你提一些呃可能这身为这年轻人世代责任或是道德那可能就没有人会理你所以说变成是你要包装更是一种呃面对你你自己的可能生涯就是说对于你自己跟这个社会议题的那个连结性要怎么去谈的更贴近就变成是我们去做的东西就是说你为什么你做的像民主那你以后 对职场职业对人来说有怎样的影响或是说你对社会运动投入了那你参加这样子的过程那对于你生涯当中有怎样的一些的帮助就变成是这样子的连结需要去谈的更贴近如何在社会议题跟自我之间有一个更更更更多更丰富的一些的连结性而不是带有一种说我是身为什么年轻人责任所以我关怀这些 因为在这个东西以前是可以存在但是现在不太行因为网络太发达了所以就变成是对就是比较是可能用年轻人话语哦然后更深入去跟自个人跟社会之间有更多的连结性在我们是在往这方面做更多的操作这样 那个关于经济的部分我我必须很现实的说就是他觉得是幸福 他觉得在经济上一直都是处于一个优势的地位这是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他的现象就是这一来让人感到非常的忧心就是我在接受最好资源的一群人已经是这个社会上都有很多资源的人那另外一方面 这些人就是他们能够产生的行动的影响力却也比较容易被人看见 然后更容易扩大 然后我不太知道说就是所谓经济如何影响到青年运动 就是这个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在台至少在台大的例子来看 就是这个非常的很非常的难怎么讲就是他非常的很很以为对因为台大学生的同质性真的太高了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台大的服务性社团是几乎是所有大学里面最高的 我觉得这个现象非常的有趣就是他学生非常喜欢去服务别人服务一个想象中的弱势 这弱势可能是天然地缺原住民可能是山上没有办法刷悠悠卡的人我不知道 就是台大学生也不能说他们没有社会责任 但是他们想象的社会责任是建立在一种无比化或者是一种权力不对等关系下面的弱势的想象 然后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奇特的 可是这个在台大就是一面倒的主流 就是我们有超级无比波的服务性社团 然后不论是跟医院还是跟精神相关的机构或者是跟社工相关的组织合作 但是在台大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被一种经济影响所导致的 也有可能是整个大学 尤其是台大它有些我认为是普遍而后的条件 然后使得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使得经济这个疫情在台大里面 其实不是一个太常被讨论到的问题 但是就我的观察来讲就是 他觉得真的很幸福 然后幸福到有时候 你会很想把它打起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刚刚已经有来主台说时间到了 那我们这一场就是到这边告一段落 但是其实今天很谢谢 张雨潘的人来谈这个议题 那包括说刚刚其实提到说 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这样的变化 其实我觉得说 我今天第一次三位女孩在谈这个部分 特别是整个媒介越变越复杂 然后在过去的那种情境跟时代下 所生产出来的社会运动到当代 其实我会是乐观的 因为你会看到说 现在已经没有可能比较 对于年轻一代的人来说 比较没有所谓国族或者是那种比较重的包袱 那你会看到社会运动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他越来越专精 或者说他越来越不被蓝玉绑架 特别是环保的运动 环境的运动 然后各自各样的 然后再看到这三位年轻人在各自的校园 各自的社群里面所进行的这些运动 其实都有很多新的可能性 那我们请各位带一掌声 谢谢今天到了